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来之后 医生告诉朱莉亚 桑蒂的病情还在恶化 如果病情继续发展下去 以后就得做皮肤移植手术了 为了桑蒂的健康 医生建议他们搬到阳光稀少的拉普兰生活 虽然朱莉亚并不想离开熟悉的环境 但是为了儿子着想 她还是决定搬家 两个人带着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来到了拉普兰的一个小村庄 并在这里租下了一座有点黏痛的老房子 房东带他们简单的逛了一圈之后就离开了 推开窗 看着外面微弱的阳光和茂密的森林 桑蒂感觉到无比的放松 性格孤僻的她 在新学校虽然没有交到新的朋友 但也有了可以结伴回家的同学 除了阁楼上 偶尔会传出奇怪的声音 生活里的一切仿佛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第二天放学的时候 桑蒂看见一堆同学围着一起聊得火热 于是也凑了上去 讲话的人正是跟自己同路的小矮个儿 他声称自己在森林里看到了不知名的野兽 但他们的同学大高个儿并不相信 这个自己生活了十多年的村庄 存在什么不知名的野兽 他认为这一切不过是小矮个儿的谎言 为了融入同学们 桑蒂自告奋勇地和争论的两个同学站队 进入森林去寻找那个不知名的野兽 不知不觉他们越走越深 天色也暗了下来 小团队里的氛围变得越来越紧张 忽然旁边的灌木丛里传出来一些动静 大高个儿立刻朝着灌木丛开了枪 而小矮个儿则是害怕的转身逃跑 殊不知在危险伺服的森林里 一个人乱跑才是最危险的 为了小矮个儿的安全 桑蒂只能跟着追了过去 但是自小在城里长大的他 在森林里自然不如小矮个灵活 追了他许久也没有看到小矮个儿的身影 忽然枪声和尖叫声在森林里响起 桑蒂想起大高个儿此时也是一个人 于是连忙往回跑 结果一个不留神 脚下踩空顺着斜坡就滚了下去 整个人摔到了一个软绵绵失误会的东西上 等桑蒂定睛一看 眼前的一切可把他吓坏了 原来这个软绵绵的东西 就是已经死掉的大高个儿 他不知被什么野兽给袭击了 整个人都是血肉模糊的 从没有见过如此血腥场面的桑蒂 连滚带爬的逃出了森林 并在公路上拦下了一辆车 在醒来时已经是在医院了 朱莉亚一听说儿子进了医院 立刻赶了过来 到了才发现自己的儿子 莫名其妙的成了杀害同学的嫌疑犯 一个警察正在对着桑蒂问东问西 爱子心切的朱莉亚并不相信儿子会杀人 他觉得一切可能只是个意外 警察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因为大高个的死状实在是凄惨 喉咙不知道被什么给撕开了 血液也被吸干了 那伤口怎么看也不像是意外可以造成的 所以和大高个一起进入森林的桑蒂 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嫌疑人 在大高个的葬礼上 他的母亲恶狠狠的盯着桑蒂 显然他认为儿子的死和桑蒂脱不开干系 这样想的不止他一个 学校里的同学也把桑蒂当成了凶手 贵光加上大高个被吸干血液的离奇死状 桑蒂成了同学们口中的吸血鬼 一时间他的刚有起色的校园生活重新跌回谷底 人人都对他充满了恶意 只有一个女孩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就是警察的女儿安吉拉 他不但帮桑蒂赶跑欺负他的人 还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不过桑蒂并没有打给他 毕竟他身上的嫌疑还没有被洗清 学校里同学们变本加厉的欺负桑蒂 想要为大高个讨回个公道 已经遭受太多不公平对待的桑蒂 忍无可忍踢飞了砸向他的足球 这导致他被同学们指责进入森林找球 就在他找到足球准备去捡的时候 一转眼球不见了 与此同时桑蒂的DNA报告也出来 这份报告证实了大高个尸体上 另一个DNA样本和桑蒂的不一致 也就是说桑蒂不是凶手 虽然现在有证据证明桑蒂的清白 但在同学们心中 桑蒂早就已经是个杀人凶手了 他失去了在这里教导新朋友的机会 只能一个人孤零零的踏上回家的路 天越来越黑 想到森林里的危险 桑蒂默默地加快了脚步 就在这时一个球砸中了他的头 这不就是中午他深入森林去捡的那个足球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旁边的灌木丛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桑蒂更害怕了 他迈开步子跑了起来 奔跑中他不小心撞上了一个独眼大叔 独眼大叔拿着枪强迫桑蒂 找到自己在森林里看到的东西 否则就认定他是凶手 桑蒂只能带着他来找刚才莫名其妙出现在这里的足球 就在桑蒂捡球的时候 忽然一道寒光闪过 独眼大叔的脚踝瞬间血流如注 桑蒂听到惨叫声连忙回头 却发现本该站在自己身后不远处的独眼大叔不见了 手电筒也掉在了地上 走近还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桑蒂捡起手电筒 朝声音响起的地方看过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独眼大叔带着伤口的腿 一个蓬头垢面的身影正撕咬着大叔的身体 感受到手电筒的灯光 那人回过头口鼻触染满了鲜血 还不住的朝桑蒂发出类似野兽的低吼声 吓得桑蒂一路狂奔往家里去 惊吓和剧烈运动 使得桑蒂一进家门就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依然是在医院 一个一向平静的小镇 忽然之间接连发生两件凶杀案 不仅死状都很诡异 而且都和桑蒂有关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巧合 警察自然也找上门来询问情况 桑蒂老老实实的把当天的情况告诉警察 虽然警察没有下结论 但是村里的人都坚信他就是凶手 更有甚者趁着夜色 用石头砸烂了他家的玻璃 半夜被噩梦惊醒后 桑蒂看着家里的老照片 突然回忆起自己在森林里 见到的杀人凶手就长这个样子 于是他连忙带着照片和父母来到警察局 不过警察并不相信他的说法 因为照片上的女孩哈瑟 在一年前已经离开了这里 跟着父母一起前往了德国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桑蒂在网络上寻找着哈瑟的踪迹 窗外雷声响起 就在他去关窗户的时候 借着闪电的光 桑蒂看到哈瑟正徘徊在他家附近 想到哈瑟连杀两人的凶残 他连忙锁上家里所有的门窗 手握着刀战战兢兢的锁在沙发里 漫长的等待里 桑蒂抵抗不住困意 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这时一个小小的身影正在沙发前注视着他 看他睡得安稳 哈瑟开始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爬 仿佛在翻找些什么 桑蒂被屋子里的动静惊醒 睁眼就看到哈瑟的身影 而自己唯一的武器也被哈瑟握在手里 忽然间屋子里的电话声响起 这声音吓到了桑蒂 也吓到了哈瑟 眼看着哈瑟已经发现自己醒了 他瞬间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躲进黑暗的阁楼里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也没了动静 桑蒂做足心理准备 打开门朝着外面看了过去 没有发现哈瑟身影的他 一步一步的挪到了客厅 本来应该已经锁上的大门 此时敞开着 那把刀也被扔在门口 桑蒂鼓起勇气凑过去 捡几掉落的刀 却被门口传来的动静吓了一跳 以为是哈瑟去而复返的他 挥刀砍了过去 却发现是自己的死党小胖 经历了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紧张后 再看到小胖 桑蒂忍不住抱着他哭了起来 收拾好心情后 两个人在阁楼里 搜寻起哈瑟一家遗留的东西 想要从中找到一些关于他的线索 在翻炒之后 两人锁定了一个叫莫莱多的慈善组织 他们怀疑哈瑟曾经在那里待过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桑蒂就和小胖安吉拉 一起来到这个慈善组织 三个人翻墙 进入到了这个慈善组织的后院 却被在这里工作的兄女发现 他们把桑蒂一行人带到医务室 一边为安吉拉处理翻墙时留下的伤口 一边质问三个人 为什么要闯进这里 桑蒂告诉兄女 自己想要抓住哈瑟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兄女听了她的话 连忙劝他们放弃 她不断地强调哈瑟超强的攻击力 并给他们讲了哈瑟的故事 她从小在森林里迷路 被野兽抚养长大的哈瑟 拥有超强的攻击力 回到人类社会的她 并不适应两岸院的生活 每天都想逃离这里回到森林 说着还给他们看了 自己曾经被哈瑟攻击时留下的伤口 那伤口在脚踝的位置看起来 和独眼大叔身上的一样 这么一来 桑蒂就更确信连续杀害两人的凶手 就是哈瑟 离开两岸院后 桑蒂兴冲冲的回到家 想要告诉母亲自己的调查结果 但朱利亚却因为儿子逃学 和朋友一起胡闹而感到无比生气 他们大吵了一架后 桑蒂气冲冲的离开了家 他决定和朋友们一起深入森林 找到哈瑟存在的证据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晚上 他们三个拿起手电筒和录像机 在森林里寻找着哈瑟的踪影 在被野猪追逐的过程中 他们慌不择路地来到了一个废弃的汽车旁 汽车上的德文车牌 让桑蒂意识到哈瑟一家并没有离开这里 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哈瑟的一些玩具 桑蒂明白这辆废弃的汽车就是他的巢穴 除此之外 三个人还在不远处发现了两座类似坟墓的东西 他们推测是哈瑟不想离开这里的森林 于是杀害父母后把他们埋在了这里 另一边 桑蒂的父亲便当哥和房东一起深入森林里寻找儿子 他们在森林没找到桑蒂 却先遇到了哈瑟 黑暗的环境 自小在森林里生长的哈瑟拥有绝对的优势 他用力气瞬间刺穿了便当哥的腿 然后一时都下去 便当哥就领了便当 那边桑蒂不小心踩到了补兽夹之后 被困在了原地 小胖把装备留给桑蒂和安吉拉之后 一个人跑去搬救兵 狂奔之后的他来到了一个小溪边 好巧不巧 他发现了地上的血迹 于是紧张地握紧手中的棍子朝后边打去 却发现被打的人是房东先生 小胖带着房东回到了桑蒂所在的位置 但那里只剩下了一个带血的夹子 于是小胖在森林中的所见和猜测都告诉了房东 不料房东脸色一变举起枪托 朝着小胖一下又一下的砸了下去 一边砸一边还高喊着这里不需要他们 小胖被他打得昏了过去 这一切被不远处的桑蒂看在眼里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房东会突然攻击小胖 但显然现在更重要的是逃命 桑蒂被房东一路追赶 惶不择路的他来到了一处斜坡 并失足滚了下去 在滚落的时候脑袋撞到石头昏了过去 在他失去意识的前一秒 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眼前 第二天天色大亮 桑蒂发现自己的身体被树枝覆盖 醒过来的他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在他穿破阳光一拳一拐回到家里时 朱莉亚告诉他了一个坏消息 昨天去找他的时候 桑蒂的父亲去世了 不仅如此 在同行的房东先生口中 桑蒂就是那个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 小胖还在昏迷 父亲也死于非命 此时相信桑蒂不是杀人犯的 只有妈妈朱莉亚 桑蒂告诉妈妈房东才是那个杀人犯 并请求妈妈帮忙证明自己的清白 朱莉亚带着儿子来到房东的家里 在妈妈的掩护下 桑蒂来到了房东家的地下室 在那里 他看到了哈瑟曾经生活的痕迹 就在这时 房东带着猎枪回来了 他看到了停在家门口 副驾驶门还开着的车 马上意识到桑蒂也在他家里 于是他立刻朝着地下室走去 桑蒂躲在唯一能藏身的床底下 期盼着房东先生不要找到他 可惜事与愿违 桑蒂还是找到了他 桑蒂只能拿出房廊喷雾 朝着房东的面部按下按钮 并趁着房东低头的空档离开了地下室 愤怒的房东集结了一帮手持猎枪的村民 追捕桑蒂 他们一路跟着桑蒂追到他家 桑蒂把自己锁在阁楼里 却依然被房东先生带了个正着 房东慢慢地关上房门 准备制造一个被桑蒂袭击的假象 以便自己名正言顺地杀掉他时 一个小小的身影从暗处扑了出来 是哈瑟 他趴在房东身上举起尖锐的石头砸向他 楼下的人很快听到动静 他们揣着枪闯了进来 看着一个个凶神恶杀的村民 哈瑟连忙躲进桑蒂的怀里 而就在这时 朱莉亚带着警察也赶到了现场 一切的真相浮出水面 原来当年杀害哈瑟父母的 并不是哈瑟 而是房东先生 他因为垂涎哈瑟母亲的美色 想要实施暴行的时候 不小心失手杀死了他 刚巧这一幕被打猎归来的哈瑟父亲看到 于是房东先生就把他也杀了 年幼的哈瑟被房东的母亲救下 不过他不想留在仇人身边 于是攻击了房东母亲后 逃进了森林里 并且一直留在了那里 等待着一个为父母报仇的机会 桑蒂一家的到来 让哈瑟成功的为父母报了仇 房东死后 小战重新恢复了平静 哈瑟被送回了疗养院里 看似平静下来的哈瑟 手里却依然紧握着一块锋利的石头 并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 发出野兽的嘶吼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故事的前半段 所有的线索都在指向 藏在森林里的哈瑟 但从桑蒂看到 哈瑟父母的坟墓之后 故事的剧情开始急转直下 房东撕开了尾上的假面 将自私仇恶的嘴脸 展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当初的一个邪念 他毫不留情地杀死了哈瑟一家 如今更是为了掩盖杀人的罪行 想要杀死毫不知情的桑蒂 果然最可怕的还是人性啊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